个人财富4到5吧 就刚开15天的时候 我钱就花完了 那是公司最后的资产 我觉得我这辈子 不可能再拥有这样的办公室 那我赶过去以后 他们把我架在墙上 唾弃 指着你背后骂的 指着你鼻子骂的 又回到原点了 什么都没有 但是那又如何 第三个月他在小公主上火 第四个月在抖音上火 三天两夜没睡觉 我想不通为什么 张浩文92年创业者 出生于江西英坛的 一个普通家庭 中央财运大学毕业后 干过投行保险 最终决定辞职创业 我妈的老家 她是特别特别反对我 做餐饮这个事情 因为她还有一个 会计师儿子的梦 希望她儿子以后 能拿高点的工资 小时候学习好吗 我初中成绩很好 前三名 然后高一开始迅速下步 爱上了一些 跟学习没关的事情 比如说玩手机 朋友去网吧 我也去网吧 他们在网吧通宵打游戏 我在网吧通宵写代码 高中就会写代码 QQ空间的代码 其实就是百度 就按照它步驻来一步步 然后那个时候 就是把手机买了很多水货 买了八九百块钱 然后我倒腾一下 把它刷成行货 刷成中文 可以卖个两三千 就给同学 就是你进入大学以后 为什么你没有像其他同学一样 更多时间花钱学习上 你去发现了 我发现我的条件比我同学 要差非常多 当时进宿舍的第一个点 我同学的行李箱上 有行李牌 就是飞机那个 绑带起的那个东西 很高级 高级 没坐过 我们坐火车来了 大家都会以 去过金钱豹为龙 而遥不可及的一个地方 就像我去北京之前 没听过这个东西 想跟他们一样 去金钱豹吃饭 所以我就想 怎么挣钱 然后北京的男的骨巷 摆地摊 卖江西请的邓的这个陶瓷的小挂子 我负责进货 我不摆 我不卖 对我就在旁边 我同学帮我卖 我觉得卖好丢人 哦 是不是 那你怎么找的这个同学 老家的 那女的可能也有点喜欢我 哦 是女的 对 两个女的 对 都喜欢你 也许吧 哈哈哈哈 但都没有发生什么 什么都没发生 大二毕业的时候 我就决定去深圳 深圳的气候比较好 它做宵夜的时间比较长 那当时我做了一个叫 美式腊如海鲜 启动资金我妈给我的 多少钱 5000 怎么做呢 这事 第一步 深圳的东门 租了一个房子 就在海鲜市场楼上 房子又是办公室 又是宿舍 又是厨房 又是指挥中心 我又是送外卖 我又是算当的 又是进货的 又是图子 我还要洗菜 我每天大概就睡 两个多小时 就刚开15天的时候 我钱就花完了 钱快花完的时候 投放一条微博 内容就是 深圳最贵海鲜外卖 外卖中的爱马仕 500块钱 那一条微博 可能产生了60万的转行 60万的什么 销售额 一个月 一个月 了解 当时定位做高端市场 定价是300元起送 因为我们外卖比较贵 所有点过我们外卖的人 都会发朋友圈 然后拍很漂亮的照片 他们的朋友圈 下面的朋友 都会来问他怎么点外卖 然后就不停的裂比 就当时我的对手 是用泡沫盒装外卖 我的外卖已经是用黑色的PP 而且我的打包带的绳子 是橙色的 当时没有人想到橙色才能换颜色 300元起送一般平均消费的多少 400元 400元是多少 得看他点的东西 他如果要点一些特别贵的东西 我的毛利是低的 如果点的是素菜 比方点的是那种小龙虾这种东西 我的毛利可能在95以上 怎么会这么高 完全做了一个东西 就是消费者心理 我觉得东西应该卖这个钱 大家才买它 好吃吗 产品力真的强 我不知道消费者对它的 好吃论可度里面 有没有掺杂到它价格 影响它的心理作用 在所有平价外卖里面 有没有做的差异化 然后产品的选择上 原材料选择上 本来就往高端的选择 然后这个人群对价格 其实不敏感 不敏感 所有的评委围绕 内容的营销和雷变 当然 这个事赚多少钱 整个 200万 大学 大二 到大三 大三到大四 这个钱拿去干嘛 在深圳买了一套小房子 为什么出国留学 我们家人特别反对我做餐饮 我们那个地方做餐饮 是非常low的一件事情 读书才是唯一的出路 然后回国以后呢 按照家里的意愿上班 我在PSCC待了五个月不到吧 提辞职的时候 他说 小江 你们部门 你的学历是最高的 以后这个部门肯定是留给你的 三年一调岗 六年一晋升 那我说 我还是想出去看看 后来去哪了 然后有一次碰到了一个合作关系的一个客户 然后提这个概念 将我们餐厅的后厨 通过我们视频可视化的展示给消费者 其实这是个电子片 对 其实是电子片 他你公司是你做的 他投了你 对 屏幕搞了多少 上海跟浙江 出色了6000家餐厅 8000块屏幕 投入大概在1.2个亿左右 他要去以后 国防收入怎么样 非常差 在2017年的6月份 母公司被爆出了这个 财务造假的问题 我们现金额就断了嘛 从一个超5A级的协制楼 到了这样一个特别破败的一个办公室 很多同事真的就是走过来转身就回家了 我当时是有一股气 我要把公司给救活 我把深圳的房给卖 房子卖了七八百万 全部先进公司 一个月花完 这不是你的 但是我想把它救活 那这帮人士跟着我 所以你从一个七八百万资产的一个 又回到原点了 什么都没有 比原点要惨了 为什么 因为有那么多人在 唾弃 我们有个仓库 最后放我们屏幕的地方 那是公司最后的资产 凌晨两眼多走 然后他们打电话说 将我出事 就是有一些同事 叫两辆后八的人 来拉屏幕 那我赶过去以后 他们把我架在墙上 每个人可能差几千块钱 他们拉走的东西 可能远远大于他那个价值 他们走完以后 我一个人三天两夜没睡觉 我想不通为什么 从那天起到今天 我自己没有被很大的挫折 很大的波澜 给影响过自己的心 那到2018年1月份 已经没有能力再救了 那我认可我失败了 那当时我有三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是 在江西当地银潭考核公园 第二个选择是 回到金融公司上班 第三个选择是 我感觉我自己还是之前 在实体赚到过一些钱 我还是想把实体再做一做 四个银行 一起借了120万 然后我姑姑借了100万 然后跟我朋友一起凑了300万 做第一家 叶子机火锅 叫23度不太冷 这就是一个特别 击脚干啥的地方 你看楼下这个店 到现在都没租出去 就这个店是吧 对 这不算几脚干啥呀 纯办公没小区 这是小区吧 没人住 这是小区的话 这一楼就不会租不出去 这家店到现在保留刚开业的百分之多少了 一直在优化一直在迭代了 但基本东西都还是刚开业的东西 这个装油风格是最开始就这样了 对 这是个椰子的内壁 这就是个大椰子 这是好几个大椰子的内壁 当时就是中国最白的家火锅店 花多少钱 装修吗 60万 这个设计是没有图纸的 就是现场完全是钉出来的 你那会就在这 天天在这 睡就睡这里 你再让我干一个 就得干不出来 心境不一样 我佩服你一点什么 就是你刚才我们谈到资金压力 在那种状态下 能够沉下来去有这样的构思 我觉得是很难得 因为那个时候人是很焦躁的 不焦躁 如果我天天去想200多万的事情 我才会焦躁 是吗 我可能做不到 你怎么就知道 笃定你这一进能成 然后借200多万 我不知道 但是 今天我也不知道 我之后会怎么样 那你做事不考虑风险吗 我觉得每一个创业者 他一定都是要拥抱风险的人 那你怎么构思你的产品呢 定位吧 当时所有的椰子机 都叫什么什么四季 要不叫什么什么椰 那我们取名取了一个 二十三度不太的 因为二十三度是海南文昌 涎平均气温 就是我用了一句 相对比较通俗易懂的 不是那么符合定位学的名字 那第二点 我做了一个纯白的餐厅 差异化 是一个优点 开张第一个月 账面利润一万块钱 第三个月 它在小红书上火了 第四个月 在抖音上火了 在2018年12月份的时候 单门店播放量 就超过了一亿次 小红书为什么爆 先说小红书 帅哥美女嘛 最开始你是找的帅哥美女 会找一些 因为他需要内容 我们给了他一个非常好的内容 因为拍照好看 产品好吃 当抖音的时代到来的时候 那我们就干了一件事情 让我们的菜品动起来 让我们的消费者参与到菜品制作过程当中 你像我们当时做了一款产品叫名画油手 抖音的播放量超过十亿 叶子鸡的时候 18年3月份到18年的9月份 住在一个小宿舍 那个时候我们人少 后面生意好了 我们换了大宿舍 就是有个130坪 130坪我们住了28个人 2019年上半年 拥有了第一个办公室 10个平方到11个平方左右 在宿舍里面 事实一厅28个人住在里面 怎么住 高地铺 6个女生 22个男生 女生一个卫生间 男生一个卫生间 每个人都计算好自己上厨所的时间 我也住在里面 我住了一年 就我们的强度是非常大的 最少的时候前天6个人 一天干8万的营业额 所有人都是没有停下来的 那每天微信部署 至少是25000步 根本没有时间看手机 我机座采购 我做服务员 拍摄 宣传 我还洽谈 平时白天在端盘子 晚上员工他必须12点下班 还有很多盘子跟碗没洗干净 那那个时候就自己 搭到洗碗间里面就洗 洗到两点钟 自己再去红胶机场接机 最后再把机放进餐厅的厨房里面 每天晚上日服务地都是这么干 什么体量 两千万一年单店 一天的营业额能干多少 周末大概八九万 工作的大概四万左右 椰子机的这个现在是多少家店 七家店 半年一家 半年一家 投入呢 单店投入三百万左右 这资金怎么来的 不停的滚 所以企业的现金会在下一个阶段 完全的拿去做投入 当然 当然 这楼正好一百年 我一直有个愿景就是 百年企业单身在百年建筑 这是什么呀 这个照片很值钱啊 全是你用过的 都是我用过的 这是高奥的第一款手机 W550C 这是N系列的 那赛班当时 体质还是少的 这边是人类资源部 这边有IT部跟供应链 一楼就稍微大家会自由一点 然后这边是品牌部的一些同事 所以大家说这边就像个广告公司一样 这小姐姐是设计 对 OK KUMOKUMO的这个成长历程 就顺着我们上一次的这个调调 其实其中那个项目是在2019年的3月份 其实叶子机爆火 在上海爆火 那当然有很多餐饮的同行来找到我 其实没有选择跟餐饮大佬合作了 那当时只有一个理由 我想做烘焙 为什么 非常大的增量空间等到我们去拿去 有什么数据可以支撑 整个烘焙业最近10年的符合中党率 9.3% 当时最早我们其实是做鸡蛋糕 在19年6-7月份的时候 让鸡蛋糕这个品类在湖南长沙 跟广东东山火 那当时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觉得 在下层市场火的东西在上海可能很难再被论证 所以我觉得就得换品类 那当时我们看到知识蛋糕这个品类 其实我是非常非常兴奋 第一点是知识蛋糕跟鸡蛋糕天生的区别 因为鸡蛋对于我们中国的老百姓来说 它是太寻常 那知识就不一样 我一个来自五线城市的孩子 他可能都听过知识或者奶酪 他没吃过 我觉得这就是机会 拎刀这个 稍微有点排队的 那每天都是这样 你说这个电型的设计 就非常高级 很多人很喜欢看这个 就看着这个蛋糕 这很治愈 就真的跟看着短片一样 你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 你的每个蛋糕是怎么被制作出来 而且非常干净 非常标准 现在这个店的数据怎样 150万一个月吧 今年大概1800万左右 29平 几个人 18个人左右 可不可以说那时候其实你起空木空木盘子的时候都已经有大字了 还债还的差不多了 那开始说投入要准备需要就哪些事情需要准备呢 钱150万 然后人研发 你本人亲自参与研发 当然参与研发 怎么个参与研发 吃口味嘛 然后被拼着吃蛋糕吧 公司那个时候大概到十多个人了吧 十多人天天吃蛋糕天天吃蛋糕 一开始还是想带回家 后面求带回家不带回家 对 第一块卖出去是什么时候 2020年12月24号 两年啊 整个是大概20个月左右 那这个期间就不停地做不停地吃 不停地做不停地吃不停地吐 直到有一天将当年那个尺寸给改小的时候 当那一炉蛋糕出来的时候 我心里那块石头就落地了 我自己就默默跟自己说一声 脱了 我们开张第一天消费者就已经排队 没有任何推广项 谁都不知道你空过空过是什么 消费者买的是什么 就是那一个蛋糕 那之后 消费者的复购来自于他的购物体验 我们一直说产品才是我们消费品的核心 但是我们的产品是什么 首先产品一定是他 这个蛋糕 那第二点 产品的包装也是你的产品 你整个门店也是你的产品 我们都拼向门店 你的VI也是你的产品 你的VI也是你的产品 你的门店你的伙伴都是你的产品 你的门店里的伙伴的每一个动作 它都是你的产品 微笑啊 我知道这里面有大量的细节 而这个电跟电的差异 我们说账号跟账号的差异 创业者跟创业差异都差在细节 差在细节 Kumo的开店速度是怎么样 2020年12月开了第一家门店 2021年的4月开了第二家门店 5月开了三家 到2021年年底的时候开了二十家门店 然后到现在开了五十五家门店 现在整个所有的业务 加起来一年的营收过一亿多 Kumo三亿多吗 23亿多呢 一亿多 你每年现在做四个亿的业务 这两个牌子是吗 你觉得你未来十年 这两个牌子天花板在哪 讲Kumo吧 可以可以 重新问 等一下退后还补镜头很烦 哈哈哈哈 你觉得未来十年 Kumo的天花板在多少 我看不到他的天花板 这 这 让你招够了 我想打人 你是不是早就心里想好了 然后让我重问了 选合伙人标准是 我反问了 哈哈哈哈 当年我问他选他合伙人的标准 讲了半天一点实质性东西都没讲出来 真的是 谁说的 我说的很精确 相同的格局 互补的能力 就我觉得这有一个标准 您选合伙人什么标准 第一是相同的格局 哈哈哈哈 我真的 我真的不想录了 这样 对钱的克制 一定需要的 直接拿支票到办公室来的 每天要接无数的电话 让你做加盟 他其实就是摆在眼前的钱不要 我们去年上半年如果选择做加盟 或者下半年选择做加盟的话 个人财富4到5吧 但是那又如何 如果我做这件事情 我很难去说我能百分百保证我的加盟方断钱 我觉得我一定做不到 那我手上拿的是钱 我觉得我拿的是大家的血 你这是有苹果充电线是吗 都有 OK 没事 我就想起你大学的时候 你说那个时候你的金钱豹 为金钱豹而创业 现在什么又是你新的金钱豹 那个时候它一定是一个物质的导火索 但到今天它可能更多是精神价值的东西 说虚一点 是向更多人传递点滴幸福 用我们的品牌 用我们的产品 那说实际一点或者实在一点 就是公司实现企业的社会价值 再到实现个人的社会价值 你是一个特别在意别人这种评价的人 是又不是 因为我个人的一个准则 就是我花最多的时间去做事 去行动 我花第二的时间去思考别人的评价 我从来不花时间去评价别人的评价 那我觉得那就是浪费我的事情 我还是非常喜欢那句话 就是当你的梦想是星辰大海的时候 你必然要承受无数的嘲讽 那你在承受这无数嘲讽的时候 我还要去研究 为什么我要接受这些嘲讽 我要去思考 为什么他们要嘲讽我的时候 那我的梦想就没有了 我没有时间去想我的星辰大海 我想的是他们能不能不嘲讽我 就是这么简单 我没有时间去评价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